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在市长市政总执询中 执询基隆市政府规划在中山区 后阿山山上新建空中缆车 甚至是80人坐的空中巴士 但是下面房子一堆安全吗 适合吗 你知道你说明会开过之后 多少民众打电话来服务处 那些老年人搞不好还听不懂 就都年轻的 因为年长者回去跟孩子讲 孩子打电话过来 他说你们怎么会让市政府这个规划会 让他通过呢 他说每天都会生活在这个震动 噪音 然后不知道哪一天掉下来的那种恐惧 然后更好笑的 那天规划公司如果没听错的话 他甚至可以坐空中巴士 巴士能坐的 这真的很天马行空 在场的所有局处长 你们有看过缆车 在所有房子上面坐缆车的 你们有看过的 请举手 机动市长林佑昌答复 缆车下面都是房子 全世界欧美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缆车 没有问题 这个其实很多啊 就世界上包括像在智利啊 包括像在阿根廷 还有世界上欧洲很多的国家 其实这个缆车是 有那么密集吗 房子住的 对 这非常多 其实他其实 你还有气候 对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你确定没问题 这没有问题 没问题 而且其实刚刚你在讲说 80个人的缆车 但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像猫缆 那个六个人八个人 其实并不是啊 因为在之前在大会 我其实就已经讲过很多次 其实大型的缆车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高度也会比较高 不是贴着房子的 所以它就只有一站 就是从三角下直接上到几隆地标 几隆地标旁边是停车场还有操场 所以旁边的腹地其实是非常的大 那另外在规划的过程里面呢 也会就是尽量地去减少 尽量会去找那个巷弄的中间 然后去通过 那是这个最少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你提到那个缆车的车厢 缆车车厢你说80人 80人其实也并不大 其实世界上最大的缆车 其实还有两成 还有上百人以上的 所以这部分是已经规划过 不过市议员宋伟丽还是认为 在这里规划新建缆车 甚至是空中巴士是个假议题 因为除了腹地问题 还有东北季风影响缆车的安全 都必须评估进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神兵童迟